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准备材料窝 首先来烫五花肉 锅中放入清水 放入五花肉 葱段和两片姜片 最后放入料酒 盖上盖煮至沸腾 然后就能把五花肉夹出来 把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完后我们就开始了 日锅放入五花肉 小火 慢慢煎出猪油 猪油煎好后 花肉也开始变得微焦 就能放入蒜米和姜片 慢慢煲香 然后加入辣豆瓣酱和酱油 翻炒均匀 加入大红椒和胡椒粉 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蒜苗 翻炒均匀 就能出锅啦 那超简单又好吃的 回锅肉就完成咯 小伙伴们开饭咯 来试吃一口吧 超好吃 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把我订阅按赞分享咯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